各位猪猴公主大家好 我是聊点不样的聊家 本期我们将从三个方面来聊甲骨文 第一 为什么说甲骨文是华夏自古以来最早的文字呢 第二 甲骨文之前 华夏先民用的是什么文字呢 第三 喜欢试试讲究应用的我们 学习甲骨文到底有什么用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传承二字为 传间和继承 例如木雕艺术经历代传承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千年前的木雕记忆很显然与如今的不可能一模一样 以其演化方向又明细如树叶一般的脉络而称之为传承 今日之汉字为楷书 立甲骨文 经文 小传 立书 楷书之脉络 汉字言传承自甲骨文就是这个逻辑 所以并不是说没有发现比甲骨文更早的文字 只是基于这种传承关系 才使得甲骨文成了汉字的起点 既然有传承就难免有丢失 甲骨文也不例外 一方面 某种角度上来说 甲骨文在变化发展中传承下来了 现在我们使用的汉字就是甲骨文的后代 这是可以从甲骨文演化逻辑中明确下来的 另一方面 甲骨文又没有原汁原味一直保留 并被使用 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的确可以算是失传了 这是由文字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 对于文字来说 不变比变来的更为困难 这种情况非常类似 Windows 98没能完全保留下来一样 现在世界上 恐怕已经没人还用Windows 98了 但这种古老的操作系统 还是被后继的各种操作系统给传承下来了 因为后来的电脑操作系统 已经从16位变成32位 又从32位变成今天的64位 未来的这种趋势肯定还会继续演化下去 要知道 信息时代操作系统的迭代不过短短25年 而汉字经历了至少3000年的迭代 这种变化 大家不妨脑补感受一下 这正如《易经》的核心说的那样 万事万物都在变化 而唯有变化本身才是真正不变的 甲骨文如果丝毫不变 那恐怕早就做古了 那普通人该如何学习和入门甲骨文呢 大家除了可以去看知名UP 启之等著名博主外 我们还可以膜拜一下 甲骨文领域无法逾越的大佬 郭沫若先生 在甲骨文领域 郭沫若先生就是一座高山 甲骨文领域有一个甲骨四堂的说法 罗振宇号雪堂 等座宾字燕堂 郭沫若字顶堂 王国为号官堂 我没那实力一介绍 但作为四堂中最小也最接近我们一辈的 就是郭沫若先生 有不少朋友抬举我 让我推荐甲骨文的书籍 那我正好借此机会 给大家推荐两本入门书 大家放心 这不是恰饭 恐怕也没有甲骨文的书 能让我恰上饭 甲骨文 从发现到现在 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 其中最棒的入门书 还得是郭沫若先生 与1932年出版的 《不辞通转》 此书的好处是告诉大家 如何试读甲骨文 每一片都有踏本和试文 甚至连甲片当中的语序 都用线划出来 方便大家试读 因为甲骨文的书写习惯 比较奔放 有时会以争轴对称 来刻写补词 往往是哪里有空 就在哪里刻画 书写语序又非常随意 没有绝对的从左往右 或者从右往左的书写 大家读完补词通转之后 可以再读郭沫若先生 1937年出版的《英气翠编》 该书印证了王国威先生 有关殷商历代诸王世系 这书也是经典的甲骨学入门书 此两本书虽然是经典书 但是其单行本 均在八十年代才发行 且至今仍旧价格不菲 非常有幸 以上的两本书 我是一本都没读过 必须承认 贫穷是我的原罪 那上代甲骨文 和现代汉字之间的区别 主要表现在哪里呢 宏观上说 在甲骨文中 象形字占百分之六十 会议字占百分之二十 而在现代汉语中 光形生字就占了百分之九十 这就是几千年来的大脉络 不难看出 象形只是汉字六书之中的一种功能 这六书包括 象形 指示 会议 行生 转注 甲介 其中象形指示是造字法 会议 行生 是组字法 转注 甲介 是用字法 这个就是汉字模块化思想的底层逻辑 大家如果想要学习甲骨文 恐怕首先要熟悉掌握古文字构形 此处可以参考刘钊教授的经典教材 古文字构形学 大家可以放心 这书我也要没有看过 如果大家还想再看的通俗一点 那不妨看看大佬许申的说文截字 当然 这书我一样也不怎么看 我主要看的还是漫画小说 未来有空呢 再给大家补充一下 这些我喜欢的无用之书 从先行时期开始算起的文字 流遍层 印商甲骨文 西州经文 战国六系文字 其实并不是一脉相承的 其中有类同演变的部分 也有很多说不清楚的地方 最后留下来的是小传汉历一系 因为最后留下的这一系中 行声最多也最方便 简单来说 今日之汉字就是甲骨文的白画版 在后世印刷术出现前 文字一直是手写的 手写不只是因为技术落后 手写更意味着 汉字在此之前从来都是政治权力的象征 而不能加以他手 通过往期视频大家不难发现 那些先秦贵族 王族 世家们才最早掌握文字 并因此掌握权力 礼崩乐坏后才有了孔子的有教无类 使得文字逐渐走入民间 可以说文字就是权力的一个外化特征 我等公主诸侯如果想要穿越到商代 或者写出一本穿越回商代的小说 那掌握当时的文字 是你们无往而不利的前提条件 那在这条脉络源头上 难道就只有甲骨文了吗 目前已经出土的甲骨文 基本都是武丁式之后的 在商王武丁之前的甲骨 带有文字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片 所以可以说 目前已经出土的绝大多数甲骨文 都是在安阳殷墟出土的 安阳殷墟的时间跨度 大致从公元前1319年 第二十代商王盘宫迁音 一直到公元前1046年 帝新王国 据郑州文武考古研究院院长 顾万发介上 更早的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 已经发现了文字 而且是比较成熟的文字 年代明显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 是用毛笔沾着朱砂 写在陶器上的文字 目前这种朱书文字 发现有20多个 他说从字形 笔划 结构 及表现手法分析 朱书文字是与甲骨文 属于同一系统的商代文字 尽管象形文字较多 但与殷墟甲骨文存在着 明显的承袭关系 同时 小双桥朱书文字 还具有一定的原始性 以单体字为主 少见多字组合而成的词组和句子 由于这种钢类桃鲤器 仅发现于祭祀区的地层和遗迹中 也说明 这种现象尚未推行到民间 依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测年数据 郑州小双桥遗址的绝对年代 约为公元前1435年 到前1412年 此外 济南大新庄商代遗址 也发现了代字的甲骨不瓷 种种证据在前可以说 应需甲骨文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发展演化 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大家不难发现 一方面是追查文字的源头 另一方面是追查文字依赖的载体 甲骨和陶器 是比较容易保存文字的载体 著名历史学家 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 在夏文化研究论集序中说 甲骨文能被发现 是由于殷商时 人们用龟甲受古占卜的习俗 并且有在所有甲骨上 弃克补瓷的行为 对于殷商这样的文化来说 这种习俗行为实在是特例 并没有出现的必然性 可以设想一下 当时用其他材料来占卜 或者占卜后 把补瓷记在竹木制的点册上 那么补瓷便不会保存下来 我们知道商代是有竹简的 但简的实物迄今未能发现 下代的情形也许正是这样 尽管有文字 却没有多少能传流至今 由此可得 华夏先民将文字写于甲骨之上 真是历史之信 上书多士记载 唯因先人 有册有点 古文字学家王韵志先生举例说 甲骨文中就有点和册字 这些字都是简读的象形 如穿起来的竹简 在音虚时 应该也有写在竹简上 但由于竹简竹木容易腐烂 年代久远 保存困难 所以不容易有实物发现 而且在甲骨上的保留了下来 古文字学家 球熙归先生 还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 也就是日常使用的简变字体 王国为先生也早在简读简熟考中就说 金石也 甲骨也 竹木也 三者不知 熟为后仙 事隔近百年 他发出的问号 依然难有一锤定音的回答 对于商代 是否已有竹简 我主观且不负责任的认为 一定是有的 只是目前还没有发觉出土而已 不知道大家对此怎么看 目前看来 似乎追寻甲骨文源头的这条线 已经断了 那难道上下五千年的华夏 就没有更早的文字了吗 飞也 行到水禽处 坐看云启石 根据最近国内考古研究成果 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发现了古鱼文刻画符号 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湖南 河南 河北 山东 陕西 甘肃 山西 青海 西藏 新疆 北京 上海 重庆 海南 云南 贵州 四川 广东 广西 福建 浙江 江苏 安徽 江西 内蒙古 宁夏 台湾 香港等29个省市区 考古发现或陆续出土了 大量刻画在陶 石 古气 盐化 服饰上的古鱼文字刻画符号 课题组认为 古鱼文的足迹在远古时期与中古时代 曾经覆盖中国90%以上地区 通过对比研究 发现4000多个甲骨文中有600多字与鱼文的形意相同 一般认为 历史凭借地理而生 在上周之前的2000年 是东西而不是南北 这就是傅思念先生最早提出的 以下东西说 现在 以考古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条道路 基本足以证明 上古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 大体上有东西巷的两大系统 以宇商属东西 下宇州属西系 那么证据呢 山东周平丁弓遗址的龙山晚期陶片上 居刻有五列十一个文字符号 1992年春 三十多位知名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对丁弓陶文进行了鉴定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 该陶文的绝对年代距今4100到4300年 而甲骨文距今3100到3400年 很多学者试图通过殷商的甲骨文系统 对此进行破译 但这套系统显然与甲骨文系统不同 最后都徒劳武功 1994年冯氏先生发表山东丁弓龙山时代文字解读 他最先用古仪文试读出这11个字符 从右到左 汉译为 魅补 阿普独奇 告疾掌 百鸡拐爪 魅为占卜对象 亦即为恶鬼诸邪而补 阿普独奇 亦即祈求阿普独 阿普独为洪水后的遗族十足 百鸡拐爪 亦为以鸡骨补挂 这属于遗人传统的占卜形式 这篇陶文反映了 遗族白解记中 嚷病除邪的记忆 古遗文是今天生活在 川 癫 钱 贵等上的遗族古文字 彭氏先生认为 如果说在山东周平 丁弓陶文属于古遗文 这就意味着 生活在4100多年前 齐鲁大地上的祖属 就是遗族 那么遗族与遗族又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遗族解放前的称呼 就是遗族 因为这带有歧视之意 于是解放后就改为遗了 这属于好心办坏事 人的族名被改了 源头差点找不到了 其实遗族同胞自古以来 便自称为尼 所以汉译为遗 其字与古遗文的人字同源 人为本字 遗为后起再造 而且古遗文人字 本又为遗族始祖之名 遗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组成 商周时期在东夷 存在一个人方的强大土族 商王帝心出征的 正是这个人方 而很多人说 激州能打赢大义商 就是因为殷商在和人方的战争中 消耗巨大 关于人与遗的关系 春秋艺书中就有所表达 人就是遗 都是古之建成 随着时大的发展 到了春秋时期 被征服之遗 在服役且同化后称其为人 未被征服的外族则为夷 所以后来你们会发现 夷并非只是指代东夷 而是外族普遍都是夷 哪怕清末还说 诗以长继以至夷 就是这个道理 甲骨文中的诗字 形象弯腿的人形 中公经文编中解释 像屈膝之行 亦东方之人其状如此 后甲夷为诗 而诗之亦会 祭司之诗 其诚之而计 有诗于诗 故意以诗名之 语形物在诗人诗人疑 译文中认为 人疑一字 最初之人寄疑 疑寄人 古词中 人方寄诗方疑方 疑人诗诗字相通 这里顺道提一嘴 诗字百家中 一个非常冷门的人 诗子 大家猜猜 他来自于哪里 传统认为他是卫国人 但我认为 他最早应该是 齐鲁大帝那块的人 后来在卫国入室 诗子此人 大家可能没怎么听过 但他同名的著作《狮子里》那句 四方上下约语 亡古来金约咒 就是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 宇宙意思的出处 前文中我提到 丁庚陶文 至少有4100年的历史 学姐已经对此达成共识 可见早在商朝以前 寄水流域 应该是疑人的地盘 我们知道 激州是殷商的诸侯 殷商是闻下的诸侯 下人的真重敌人 恐怕就是东夷 而非殷商 殷商替下出征东夷的逻辑 和激州替商出征西腔的逻辑 几乎可以算是一脉相承 于是 求又回到傅思年先生提出的 以下东西说上来了 冯石教授认为 傅思年先生的这一论点 无论从考古学研究 还是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 都是吻合的 太行山以东的史前文化 和太行山以西 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证据依旧是 和图洛书那期视频里提到的 临家滩玉龟上的八角行文图 在近西南少数民族中 如遗族 苗族 利宿族等的风俗里 还大量遗存 而这类符号 在考古遗存中 也只在太行山以东 有大量发现 且在太行山以西 却没有丝毫发现 证据二就是 自内蒙古东部 以至山东 江苏 湖南和江西地区 分布的小和颜文化 大问口文化 马家邦文化 松泽文化 梁祖文化和大西文化之间 这一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 被学者称为 编地半月型文化传播带 其文化面貌和西部 以养伤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 有着极大不同 冯氏先生认为 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 独立与下文字之外的 疑文字的文化母体 以下东西说 基本可以完美解释 为什么夏商周三代 是在北纬34到35度之间 东西方向上排布的 通过基州王级的分布 我们不难发现 周人真正核心区域 就是以旗山 封号 洛邑 三座都邑 为核心来排布的 然后在荆棘之地的外围安排上 和基州较亲近的各大财医主封地 然后又在财医外 再安排出各大诸侯封国 最终形成以翻平州的格局 往期中 我介绍了四大文明古国 是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概念 而西方则是六大文明摇篮的概念 其实还有一个世界六大古文字的概念 这六大分别是 宿面尔楔形文字 埃及圣书体 印度哈拉帕文 古玛雅文 中国甲骨文 中国古仪文 贵州壁杰是古义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的发起地区之一 这里我们需要普及一下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遗产的区别 世界文化遗产关注的则是有历史 美术 考古 科学或人类学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或遗址 而世界记忆遗产关注的则是文献遗产 它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延伸 一般生移时间比较长 最短也需要四年 比如北京征轴线生移历时十几年 听说英国有个项目生移历时三十多年 这还没算上第一次生移前的准备时间 而古仪文于2009年开始生移 似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消息 不过2010年 梁山遗族壁模文献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这倒是可以确定的 那古仪文到底有多久的历史呢 它是不是真的早遇甲骨文呢 古仪文较早前源自明代元代唐代等说法 但随着上世纪七十年代 贵州威宁中水唐文的出土 首先将其时间推到了唐代以前 随后半坡遗址遗文被发现 这处遗址距今约有六千年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五十一个陶纪符号 能用古仪文来试读 多数遗族学者和部分汉族学者认为 这就是古仪文的起点 当然六千年并非一定就是古仪文的源头 甚至还有古仪文万年说 那是因为湖南历县蓬头山等地 出土的陶纹符号也能用古仪文试读 最早提出这位刘志一教授 他甚至大胆立论提出 古仪文是世界文字十足 这说法收录于他的梁山医学艺术中 至于古仪文到底缘起于何时 目前尚未定论 不过古仪文在时间上早于讲古文 应该说问题不大 古墨先生就对半坡遗址很有兴趣 1959年和1961年 从先后去参观了两次 并明确说 半坡刻画符号 是我国最早的文字 有人说 这些刻画只是符号 不是文字 郭先生不同意 他认为 殷须文字已和六书规律 则文字之起源必可上述两千年 养烧龙山已进入有文字的时期 半坡刻画符号 其为文字 实无可疑 依此问句 与汉字同源的古仪文 至少当有五千年以上历史 1988年 神列武豪尔基撰文写道 仪文字源于原始彩陶刻画符号 仪、汉两种文字 有着共同的历史亲缘关系 即半坡、江宅、柳丸等遗址出土淘气上的刻画符号 不但是仪文字的原始雏形 同时也是汉文字的原始雏形 刻画符号正是今天书写文字的鼻祖 他考证说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出土的52个彩绘符号中 经初步辨认 其中有24个刻画符号 可用遗文字试读解释 占比46% 致力于古遗文研究的朱军元先生研究认为 年代约为距近7500到8000年的甲湖遗址 其中甲骨、石氏刻符 与遗族传统文字有形同或形似的情况 他用遗文与树牌契刻于石氏上的四个刻符 对比试图出其完整的含义为 天雷门、墨壁 而三个甲骨刻符均可试读出具体意思为 琴、俘禄、神作 他将流传于滇东北移区的遗文 与1965年版甲骨文编进行比较 即发现两者有142字相同 86字相近 朱俊元先生将遗文与甲骨文进行对比研究得出结论 遗文的创制、收集整理以至运用 都与遗族污值必摸有密切的关系 殷商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真人在为伤亡占卜时 将占卜的事和其后的厌词 连同占卜者姓名刻在甲骨补罩旁 形成的王室占卜记录 遗文与甲骨文都具有象形、指示、会议等造字法 遗文与甲骨文通甲现象普遍 由此改变了两者的纯表异性 遗文与甲骨文都是异写字繁多 在汉文典籍中 同意异写的字不少 例如福西一词 先秦就没有固定写法 庄子人间试做福西 庄子大师宗做福西 润洪做密西 异系词做刨西 管子做绿系等等 一些古文研究学者近年另辟西进 将遗文与古汉文典籍诗经中的一些文字进行对比 找到了古代汉语与语音译相同的字 诗经中 公孔卓为拓等17个字 与疑文或译同 因同运不同 或同生同运同意 甚至同缘 由此我们知道 早期汉字与古疑文大约同缘 在他们的发展成熟期 几乎经历了同样的过程 这也是为什么古疑文造字法与汉字六书相符 也可以按照相形 指示 会议 假借 行声和转注来进行分类 中国社科民族学与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亦华先生认为 在尧顺宇时代 以祭祀为大 用预期祭祀是最大的事情 打仗是次要的 战争不是主旋律 而从下起开始 战争变成主旋律 一方面下代开始进入青铜时代 青铜兵器的出现使得荣与寺都成为国之大事 另一方面 下起的王位权力是通过战争争夺的 而不是善让而来的 这个战争正好是桃寺灭亡和时髦的新奇 可以作为中国从玉伯古国 进入干戈王国的主要转折点 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 细出一脉的甲骨文和古疑文 从此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汉字字行在甲骨文 经文阶段与古疑文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但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 汉字字行随着社会政治变迁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而仪文以民间传习的方式传承 还保留着早期文字的一些原始痕迹 学者罗阿依和马孝通过汉仪数目字的比较发现 两者字形如出一辙 字意与续等同 应同宗同祖同根同源 都是中国古文化的传承和沿用 只是仪文较多的保留了古文字的本来面目 聊到这里 我想一个民族的形成不光只是血脉 还有文脉 在一个新版本文字的形成过程中 会有传承 也自然会有洋气 但不管怎么说 幸好这些文脉依然清晰可变 旗上一瞥一纳 一横一竖都与阴商时的甲骨刻画 一脉相成 无缝衔接 天南地北方言各不相同 古今中外时空各种错位的所有华夏人 都因那些声色难懂的原始符号 而从此被紧密联系到了一起 这种链接被冲之为文脉 这是华夏文明自古以来的纽带 当远古那位占卜仙人真问吉凶时 只听清脆的叉叉一声 硅谷军裂 一道启示 从他嘴里缓缓道来 上下五千年 敬礼 敬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